盲花是台湾 秋天最有特色的植物之一 从南到北 任何一个低海拔 没有大树遮蔭的向阳泼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满山遍野的白色盲花 也就是因为这样大面积的白背盲 所以这里生秋的时候 大部分的山头 也都会可以欣赏到盲花 在清朝时代 派玉永和来阳明山采硫磺 当时并不知道这座山的名字叫做什么 但是从山下往上看的时候 整片都是芒草 所以就叫它为草山 后来蒋介石在士林官邸以外 想要找一处夏日避暑的办公行馆 当时他就看上了草山这样清幽的环境 没有想到 却被共产党宣传为落草为寇 当时他非常的生气 又不想离开 所以将草山更名为阳明山 为的是遵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处世哲学 雅明山国家公园 在最早的时候日治时期 是叫做大屯国立公园 位于台北都会区近郊 行政区域包括在台北市的北头区 士林区 新北市的万里区 金山区 石门区 三支区 淡水区一带 地理位置上面是属于大屯火山 每到秋天来临的时候 阳明山白贝芒 一片随风遥以生枝的花海 哇 这个就是大自然 巧妙布局安排 在晚一点的季节里面 风红点缀了枝头 树叶片片金黄 交织成为一幅非常有名的草山秋色 让你仿佛置身在天堂 阳明山的芒花 跟别的地方比较不太一样 因为它受了硫磺气的影响 所以它开出来的芒花 很多都是为红色的 2024年的秋天 是比较特别的一年 几度的想上山去看芒花 山下是晴天 山上是雨天 不然就是台风来了 所以这里的湿气 让这芒花 无法一大片银白色 在蓝天白云下飘逸起来 没有关系 我们也是欣赏到了 这样有意境的芒花 也是非常的漂亮 秋台秋雨这样的来 也让我们欣赏到 不一样的芒花 水滴这样的晶莹剔透 有没有让你觉得 非常的不同呢 相逢自私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